大家好,歡迎收看國際大風吹 MadeVide帶探討一個有意思的國際話題 說到英國脫歐,你可能會覺得 那不是好久以前的事情了嗎? 的確啦,英國已經在2020年1月31號正式脫離歐盟了 同一年的年底脫歐過渡期也結束了 但其實到現在為止,很多兩邊談好的協議內容都還沒有正式落實 甚至最近傳出英國想要單方面修改內容 頓時引發歐盟高度不滿,批評英國可能已經違反國際法 甚至傳出有可能對英國展開貿易戰 這場危機的導火線就是北愛爾蘭 北愛爾蘭的人口其實只佔全英國的3% 面積也只有全國的6% 但是北愛爾蘭尷尬的地理位置 還有曾經引發將近30年血腥衝突的主權問題 都讓局勢變得非常複雜難解 這集呢就來看看到底北愛爾蘭跟英國的關係是什麼? 為什麼會成為英國和歐盟之間的衝突焦點呢? 我們平常俗稱的英國其實全名是 大不列顛與北愛爾蘭聯合王國 其中大不列顛和愛爾蘭都是地理名詞 代表西歐外海的這兩座大島 現在這裡有英國和愛爾蘭共和國 但在歷史上早從13世紀開始 整座愛爾蘭島就一直被大不列顛的政權所統治 由於當地居民多半是天主教徒 卻長期遭受新教徒的殖民和打壓 於是慢慢產生爭取自治的情緒 數百年後到了19、20世紀 愛爾蘭民族主義升起 愛爾蘭獨立戰爭爆發 在戰爭期間呢 英國政府提議把 新教徒比較多的北愛爾蘭 還有天主教徒比較多的南愛爾蘭 分為兩個自治區 希望暫時都能留在英國 然而民族主義者並不接受 堅持要建國 而北愛爾蘭則立刻表態 要自願回歸英國統治 從此呢 南北愛爾蘭就分屬不同國家 回歸英國之後 北愛依然不平靜 希望北愛和愛爾蘭共和國統一的共和派 以及希望北愛留在英國的保皇黨 從1960年代末期就逐漸發生暴力衝突 雙方都有武裝組織之外 英國政府軍也強力介入 結果呢 發生大量的暗殺行動 恐怖攻擊 也有軍人對老百姓開槍的事故 這段動盪不安的時期長達20多年 總共造成3500多人死亡 47000多人受傷 一直到1998年 英國北愛的各政黨以及愛爾蘭共和國 才達成所謂耶穌受難日協議 而且經公投之後高票通過 所以現在每個人都說 你能夠作出你的論文 作為言論、作為議論、作為討論、作為證明 但有任何地方 在北愛國的武裝、砍砲、 或是北愛國的武裝、 或是各國的武裝的武裝 全部都已經完全滅了 在這個協議之下 北愛留在英國 但保皇黨和共和派必須要分享權力 共組聯合政府 同時呢 英國政府也要下放更多自治權 還改善了北愛和愛爾蘭共和國之間的關係 打開邊界 鼓勵雙邊往來 協議中也強調 如果北愛希望脫英、入愛的民意夠強 可以舉行公投來決定序留 總之呢 可以說盡量在保皇黨和共和派的需求之間 取得平衡 然而這份喬喬平衡 卻在2016 英國通過了脫歐公投之後 面臨威脅 脫歐之前 英國和愛爾蘭都是歐盟的成員國 人員貨物可以自由跨國移動 但一旦英國脫歐 北愛也就離開了歐盟 那這樣子跟愛爾蘭的邊界 還應該保持開放嗎? 頓時就成了燙手山芋 支持脫歐的北愛保皇黨認為 應該要設置陸上邊界 才能夠維持英國全國體制一致與完整 但歐盟愛爾蘭和北愛的共和派卻主張 如果把北愛和愛爾蘭劃清界限 那等於違反了耶穌修爛日協議的開放精神 再度刺激了歷史的傷痕 所以為了和平 不應該設置邊界關卡 但如果不設關卡 就沒辦法檢查進出歐盟的貨物有沒有符合歐盟規定 那該怎麼辦呢? 這個北愛邊界問題讓脫歐談判卡關了很久 那最終強稱政府跟歐盟談好 在北愛爾蘭的港口設置海關 負責檢查從大波列頂島透過北愛 最終要進入愛爾蘭也就是歐盟的貨品 那這樣一來北愛跟愛爾蘭之間 就不必新增任何的路上邊界 可以暫時維持現狀 反正之後如果有更好的解決方案再說 可是這個所謂北愛邊境機制 卻引發各個北愛親英國政黨的不滿 北愛爾蘭的法規定是英國政府 要把疫情做成為了 當時我們明顯 和我認為現在幾乎其他人 是同樣的法規定 要把北愛的法規定最嚴重的 法規定最嚴重的法規定 從我們一年代的肯定 一年代 保皇黨人士認為政府把關卡 設在北愛港口同時讓北愛跟歐盟的 進出口規範暫時維持跟拖錢相同 等於形成一國兩制的怪現象 尤其是英國國內其他地方 賣到北愛的商品 明明是在國內移動 卻一律要在港口檢查 確認是不是要賣到歐盟的產品 多了這道關卡 不只實務上造成業者的時間和 處理成本大增 更讓人覺得北愛好像不是英國一部分 情感上跟實務上都造成很大的損害 2021年北愛還因此出現好幾波 保皇黨人士的街頭示威 我們的政治人們已經讓人倒下 人們當然會看到人們 走到街上去抗議 這只是一開始 這將會抗議 到了今年5月的北愛議會選舉 幾十年來一直是議會最大黨的 清英國民主聯盟黨 丟掉了很多席次 破天荒區居第二 按照前面講的1998年耶穌受難日協議 保皇黨和共和派必須要分享權力 兩個陣營席次最多的政黨 要分別推出首席和副首席部長 共阻聯合政府 確保北愛的政局穩定 但民主聯盟黨今年選後 硬是不推副首席部長選選 揚言除非中央修改北愛的邊境機制 否則就要杯葛到底 讓新一屆的北愛政府無法上路 這下子首相強森就麻煩了 北愛邊境機制是他的政府 好不容易跟歐盟談出來的成果 如果要改 勢必要重新談判 但風聲一傳來 歐盟馬上表態 絕不會重新協商 還批評英國誠意不足 自己想脫歐 又擺不平國內的意見 假在北愛和歐盟之間的強森 5月17號聯盟造訪北埃爾蘭跟各大政黨代表會面 了解各方的立場 他表示英國不會單方面撤銷整個北埃邊境機制 只要修這些小地方而已 希望可以跟歐盟喬一下 我們必須跟英國的朋友合作 英國外長特拉斯也表示即將推動立法來修改北埃邊境機制的部分內容 只是根據BBC記者分析 目前英國政府想做的變動其實不小 等於是創造一套雙軌制 把賣給歐盟跟在英國境內銷售的貨物完全分開 但這可不是歐盟當初答應的條件喔 那麼如果英國硬是自行修改的內容,會出事嗎? 英國電訊報引用一位匿名外交官員的說法 表示歐盟已經在考慮要不要針對保守黨閣員和托歐派議員所屬於的選區 發動非常精準的貿易制裁 逼迫鄉政政府收回臣命 如果真的實施日產汽車啦 亨市番茄醬啦 捷豹Land Rover 越野車等等 可能都會被承受懲罰性的關稅 我認為是值得再重複說 TCA是沒有 而是永遠無法代替英國的委員會 英國選擇把單位市場、財務協會和所有英國的政策 結果 它並不再不斷壓力和動力的 英国就跟大部分欧洲国家一样 在疫情后的供应链紧绷 加上俄乌战争的冲击之下 整体物价是不断飙涨 那英格兰银行也预测今年通风率 将创下40年来的新高 如果在这个节骨眼 又跟欧盟发生贸易纠纷 经济情况只恐怕只会更糟糕 那该怎么样 小心处理北爱的历史情绪和现实状况 但又要兼顾欧盟的要求 强生此刻一定是非常头痛 各位大风吹我们下回见 最后呢要来推荐大家一份专业有趣 而且或许还能帮你赚钱的数位专刊 你一定听过啦 电动车风潮正在席卷全球 不只是特斯拉 传统车厂也纷纷抢占这块大饼 那你知道吗 电动车或许是半导体产业之后 台湾的第二座护国神山 我本来也不知道为什么 但看了电动车大未来数位专刊才搞懂 电动车大未来是关键评论网集团当中 专注于科技和商业趋势的媒体品牌 insight所特别制作的专刊 总共搜集了17篇专业文章 从车厂电机电池到政府法规 带你深入了解电动车的产业政策 还有科普知识 不论呢是跟我一样想要多多了解 还是你准备投资这个市场 但是想先做好功课 有兴趣的观众 记得用我的专属优惠码 结账的时候输入 EVHANWAY 原价299就可以打75折 那但是呢 这个议会码只在6月21号之前有效哦 现在就赶快透过制定留言 或影片说明栏的连结去购买吧 那影片最后呢 要感谢所有付费支持我们的频道会员们 尤其是每一位干爹干妈咪等级的会员 如果你还不想加入 但觉得今天的影片还不错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接收所有通知 才破货过我们的最新内容哦 也订阅开启小铃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